点下一个问题 在请问弟子规 是不是有违与情在其中 我这种认识也许不对 可见老人只认 这个弟子规确实是有违法是有违法 他能够普度种色 为什么呢 如果到无为 到化情为至 那是菩萨进阶了 那不是凡人的 所以这个要知道 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凡人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程度呢 是幼儿人的程度 是小学程度 那个无为 这个化情为至 那是大学研究所的过程 所以这个要懂的 教小学 有教小学一套的办法 教中学 有教中学的方法 现在人 脱离身险教会 时间已经太久了 所以今天是用最粗竭的最低的方法 能够把人的良心换回来 知道人与人 应该要和目相处 应该要互足互作 就我在今年 元旦的时候 已经有半年多了 我写了07年 我们修行的目标 特别提醒大家 第一个 要学谦虚 谦卑 离记里面所说的 离是什么 自卑而尊人 自己谦卑 尊重别人 这是离的精神 我们从古记里面看到 你看皇帝 遥顺于他 他们带人皆无 真的 谦卑 对位虽然那么高 对待平民都很谦卑 人家尊敬他了 爱戴他了 谦卑是基础 没有谦卑 什么都不能建立 圣语学已经没有分 所以从谦卑开始 顶定基础 然后说什么呢 说敬爱别人 从内心里头 真正敬爱别人 尊重别人 关怀别人 照顾别人 帮助别人 你才能自作读他了 你才能够帮助社会安定 你才能帮助世界走向和平 那怎么落实呢 就是落实在地质规感应平 十三一 不要太高 所以前一段时期 你看这个郭内有些 这是教授 在我那里访问 那么讲到这个问题 我们提出这个小的东西 大家都好像叫的这个是 这是叫小孩的 这个东西怎么能治国平天下 我就举了一个比喻 我说弟子威 你要把它打在纸上 就一张纸 一千零八十个字 我说它的分量 给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从书最大地步 现在印成金刚本 我有一套 一千五百尺 放在天平上 它两个重量相等 它听到我的话很惊讶 为什么相等呢 没有弟子规 就没有四库全书 那是假的 一点用都没有 像盖这个一百层的大楼 弟子规是什么 弟子规是地基 没人瞧得起的 它在地下的 它在你居地下的 那个最重要 你没有这个基础 你上面这个楼就干不成功 所以地基跟各层大楼 分量是平等的 收获了这个 中国传统学术就没有了 根是从这个地方插起的 道教 一部道藏 那个分量是非常口感 我说道藏 整部道藏 跟感应篇这个波波的一小册 它的分量平等 佛家的大藏经 跟一本波波的十善业道经 重量平等 我用这个比喻 让他们多多想想 懂事 砸根的教育 你根都没有 像这个种树一样 根都没有 你怎么能把树种好 没有根是死的 不是活的 没有生命 有根才有生命 即佛这个教众生 以十善业为根 人天法 身闻菩提 研究菩提 乃至无上菩提 都以这个为根 以这个为本 十善业道像大地一样 地上所有一切 都要靠地 没有地 它就不能生存 树木花草 统统要靠地 它才能够成长 十善业道就是大地 那么所有的佛法 都是大地上的建筑 成长的 这些生物 你说这个多重要 怎么能够促活 十善业道 十善业道 为什么现在学不好呢 十善业道还有根 十善业是佛的根 佛是私道 私道建立在 孝道的基础上 所以中国佛教 才这样 有这么样的 辉煌的成就 中国传统 孝道做得好 懂得孝秦尊斯 到底在此地 那么孝道在哪呢 孝道的根 就是弟子规 所以弟子规是中国 五千年传统文化的 大根大本 四十五经十三经 中国这个几千年的 这个文明辉煌的成就 就砸在这根上 这根没有了 全部都没有了 这个道理要懂啊 我说话不过分啊 你细细想想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那么现在中国传统学术 真的是断层了 国内国外 真的如 真道真佛 都看不到 希望 后来的人 能够继续 后来人 能不能成就呢 由智者死尽成 怕得心里没有智想 你要知道 孔子老子是谁 孔子修学环境是什么 孟子修学的环境是什么 都是一个人苦修了 都非常的清寒贫贱 孔子 三岁 父亲就死 孔子也是如此 都是母亲带大的 母亲做苦工 维持家的生活 养这个小孩 是小孩 是母亲教出来的 从小教得好 以后就好学 对于学术 弃而不学 他在学术当中能成就 成就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所学的 全部都能够落实在生活上 他都能用上了 曾和然用上了 工作上用上了 待人借物用上了 快乐无比 虽然贫穷快乐 像父子所说的 学而实习之 不以悦火 父子最得意的一个学生 也会 也会最穷 但是 飘也 物质生活在所有同学当中 是最差的 他最快乐 他快乐在那里 把所有学的东西全用上了 所以佛是发气充满了 你看佛把物质生活 统统断掉了 十九岁 学习了王位的继承学 不敢 就求学 求学了十三年 十二年 我们知道 印度所有的高人 他都接触过 最后觉得学的 不究竟 为什么呢 终极的问题不能解决 印度无论宗教 无论是学书 都有禅定 很深的禅定 从禅定里面 都能够把空间维持突破 所以六道轮回 不是佛教教 是古婆罗门教教的 禅定当中发现 这不是一个人说的 每一个人入定都看到 他们上海道 飞翔飞翔天 下能到阿比地 清清楚楚 明明的 可是真 特有问题 六道怎么来的 没人知道 为什么会有六道 没人知道 六道之外 还有没有世界 没人知道 所以这个 他十二年修学之后 也算是 统统都防问尽了 没地方就去学了 就到横浩边上 大树地下 有更深的地 把十二年修学的 统统放下 豁然大悟 禅宗家 大车大悟 明星天星 他问题全部解决 六道怎么回事 怎么来 什么原因 六道之外的世界 太伟大了 海阔天空 在华阴间上 讲得透彻 讲得圆满 要问你卷解决 那么就开始教训 三十岁开始教训 一直教到 王神 他七十九岁 走的 教了四十九年 你真正了解 他一生的事迹 你就晓得 他是什么人 现在的话 职业教师 一生干这个 用现在人的说话 释迦摩尼佛是 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 今天是这样称他 他在世什么身份呢 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 他教学不收收费 有教无类 学生不分国家 不分种族 不分宗教信仰 只要你肯来学 他都非常热心的来教你 教学的内容 以后 收集起来 编辑起来 就现在的大战纪 你都能看得到 他哪里是宗教的 释迦摩尼佛一生 没有见过道场 没有寿命 在哪里叫呢 山岭树下 他们晚上住得很简单 大树底下 他们都是不导弹的 就都打坐的 心地清静 一成不然 一生是这样的 死的时候也在树林里 终于在房子里头 这是给我们 做了最好的榜样 有道场 你就有累赘 你就有分心 你的心就不清静 我们这个小道场 也有人发心的时候 要送我们的大道场 我拒绝了 为什么要拒绝呢 大道场的时候 事很好啊 开销大了 要用的人多 你就得造险了 如果又不是安抵 好像这叫出家人 我一生不说出家人 出家人 他为什么来出家人 他来想 想占有这个道场的 不是真正为道的 都是搞明文力量的 这个我们看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学佛 学释迦牟尼佛 这就对了 摄迦牟尼佛一生 学成之后教学 我们一生就从事教学工作 现在虽然不要到善灵树下 有个小小地方就可以了 就行了 就非常自在了 尤其现在我们可以用高科技的手段 我们用网络 用卫星 越远程教学 全世界 喜欢这个学习的 我们天天在一起建立 天天天在一块 学习 你是这个多快乐 除了读书教学之外 脑子里什么都没有 这个才叫 人生最高的享受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烦恼 这样的快乐生活 到哪里到 真学 你就能得到 真放下 你就能得到 你还想明文力量 那叫自找麻烦 那就错了 所以这个道理要懂